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员徐曹新 今天要帶大家介紹我們的辦公室 以及了解我們的實習方案 歡迎來到我的辦公室 那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平常在市議會裡面都在 經營什麼樣的一個議題 那其實主要呢 我們都會比較focus 在一些事議會裡面都在經營什麼樣的議題 這些年輕人會關心的議題 比如說台北市大家都知道有悠遊卡 所以這個悠遊卡 電子支付在台北市現在目前的 使用的狀況跟如何推動 讓電子支付可以在台北市裡面 有更多的人來使用 更方便 這個是我們非常關心的一個焦點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最近也在跟這個街頭藝人的相關的協會 去爭取讓街頭藝人 他們在台北市的發展可以更好 那這些年輕人會很關心的主題 或者是說生活當中你會常常見到的人事物 都是我們議題關心的一個重點 那麼如果呢 你希望來我們的辦公室做職場體驗的話呢 第一我們會跟你討論 你覺得在意的議題是什麼 大家可以去從台北市裡面去思考 不管是議題層面 或者是你看到地方的建設有需要增加的部分 都可以提出一個案子來 那我們會透過協調會或是會刊的方式 從你的角度來幫台北市去爭取 那甚至是把你所提出的提案 帶到市議會的議場上面去做質詢 這都是我們希望在智商體驗的過程當中 雖然只有短短的64個小時 但是我希望可以完成至少一個以上的提案 得到最後一個成果回覆 不管最後是執行了 或是因為某些原因沒有辦法被執行 我都希望這樣子的一個提案 可以走完一次 讓我們的年輕朋友可以更了解台北市議會的運作 以上是我們關心的議題 以及市商體驗的相關方案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來報名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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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